等下我可以开始这个引擎的嘛 这样的引擎 这样如果我坐着我玻璃看 我没有洗镜子我看得清楚吗 没有还有就是如果我开这个ACON 我不开窗我听到声音吗 你怎么不要开窗了 我要开ACON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要是HAPPY BIRTHDAY啊 十块耶 这样我们果断的找到了 这一集我决定带大家去看电影啦 这种MCO到现在也就是3月4月5月6月7月 到现在8月总共6个月 我都没有去过戏园看戏 完全没有都是在家里面看 所以我终于决定今天去看一场电影了 这样我今天去看的这个电影 就不是去普通的戏园看 而是去最近很红的露天电影院 对 就是那个Jesse and me 跑去 然后在下面留言讲好看 爽没这样的那个露天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的概念就是把你的车开过去 然后不用下车 直接在车里面看大荧幕这个概念 那其实到底真的好看 不会热咩 神明听得到咩 不会远咩 它上面看得到咩 会有蚊子咩 那我前几天呢就是play尾红 他已经拍过了 是在怡保的 那在几天前呢这个露天电影院 终于来到吉隆坡了 所以身为一个吉隆坡人 你们一定是不敢去的啦 我先帮你们去try一下看看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先来买票先 所以你这边看它哦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seed的咧 它地点只有一个就是Mathic Mathic就是在Jalan Ampang那边的 然后Movie哦 其实它有Titanic 有Braven Greatest Showman Annabelle 其实都是一些旧seed来的 其实今天呢就只有Braven这套seed 其实只有两场吧 一个是7点 一个是9点40分 然后7点我太迟买了啦 所以我们买9点40分的啦 进到去之后咩 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选package的 小车的话呢就是99块 我的一定是小车啦 99块是for两个人 因为一辆车只能坐两个人 然后这个99块是包括晚餐的 晚餐的话咩就是有burger啊 有薯条啊 炸鸡还有杯面可以选啦 然后这边也有写好哦 Parking a location will be done by the organization 就是说 一个parking是会他们安排的 你也不用想着找到去就是巴威不需要 因为他们会安排给你的啦 除了食物之外哦 这个99块还包买一个20块的goody bag 我不懂goody bag是什么 ok 买好了之后呢 他就会send我一个QR code 然后我的booking number 地点我看什么戏 然后时间 还有等下晚餐是什么 这样子 ok 票已经买好了 so 等下咩我就先会去载camp先 但是他一定不懂是去看露天电影的 他一定以为是Jesse啊 TGV那种 所以我们等下看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 哈喽 哈喽 那你吃晚餐 我们去附近吃先 然后我们去看戏 看什么戏哦 看什么戏哦 本开桌的 呃 呃 按摩戏 但是本开桌有什么意义哦 按摩戏 一起做的 一起做的 那你可以一起做 我跟那个admin讲哦 哇 你就好GSCadmin嘛 哈哈哈 吃东西先啦 走 前面转座 你看你拍摸 拍Vlog啊 制度我一天生活 前面转座有心愿呢 你拍了 哇 哇 你是不是差点要撞到人了 啊 那是Cinema 他还真的给你进 那里有Cinema咩 你讲Cinema 他还真的给你去 哈哈哈 哦 我们要去 你是到 我看五台剧是吗 诶 这么空空啊 到了 What the fuck 露天世界 耶 哇 不要包厨 不可以包厨口 C C什么CN啊 那个是一个大镜头吗 我哦 你没有看到露天吗 你没有看到镜头吗 CN是不是有镜头 在苦笑的人 是不是没有猜过咧 是不是没有想过 阿西亚都有一天 是可以去录天世界 诶 我有很多问候了现在 有很多问候 就我 等下我可以开始这个引擎了嘛 这样如果我坐着我玻璃看 我没有洗镜子哦 看得清楚吗 没有还有 就是如果我开这个ACON 我不开窗 我听到声音咩 你怎么不要开窗啊 我要开ACON 我不开ACON 我开窗有蚊子 我也是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 我早上才 我真的早上才讲 我真的很怕蚊子 我蚊子很不喜欢蚊子 早知道我买蚊油了 噴它是吗 噴你啊 OK 现在给他看我们的QR Code 就可以进场了 OK 这个是我们的车的台位 D3 然后我们要放在前面 这个是我要我们的订单什么的话 就scan这个QR Code 买我的订单就可以了 到了 那个狗狗叫我们过去了 我可以伸出肌肉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镜子 OK 我们的位置 其实还不戳一下了 我们的位置 刚才就有讲说 如果说我关着窗 听不听不到声音 原来就是这样子 我不懂 我还以为他就会放很多的声音 那边 8个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得到这个声音 OK 刚刚呢 他就给了我们那个Bluetooth声音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 之前就一直在想 到底还要讲 听到那个 第一个声音 原来他是放这个 很什么诶 像巴佬诶我们 然后可以自己订阅那个Volume 你要大声小声 你自己喜欢 他给了我们一个 两个啊 一人一个 这个也解决到我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 如果我不开工不是很热 他其实是鼓励我们不要开ACON 就是把引擎关掉 然后就用这个风扇 然后我终于知道了 就是为什么他 一天只有两场戏 就是7点跟晚上9点40分 因为下午太热了 没有如果下午的话 就不是来看戏了 下午是什么 来做送拿 真的 真的真的 有点 他是有给你一个SAN的 就是你不用手一直拿着那个红扇 我知道 我的车太勤了 放不到 有钱人的车 都是长一点的 有可能 不能了 Welcome to M Junction KL版本 耶呼 终于来到KL了 刚刚我有听到他们广播讲啦 如果你有message想要给你的朋友知道的话 你只要打开你的double signal 然后他就把那个message放去大荧幕 就是在戏开始之前 然后他会在这边播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Skattin不在KL了 为什么Skattin不在KL 给KL前面那个抽签抢掉了 是你生日呗 不是 我要放别的东西 我想这样播录我的YouTube 我也是叫KL了 OK 刚刚我们就讲想要投一个message 去那个大荧幕 我们以为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太天真了 那个人走过来告诉我们说 放一个message过去的话呢 是要70块啊 这我们果断的讲掉了 我们这个message我觉得还是在进口 其实我想要放的message就是 订阅我的YouTube 但我觉得我还是在我影片讲一段的 大家记得follow我的YouTube 40块我省下来了 其实可以看到哦 他这边的车的排法就是 我们排在第二排嘛 第一排呢就是先到的 但是不是讲先到就是先得的 你会看到后面有一条线 区分矮车跟高车 然后我们是低的 所以我们就在前面那一排 这样我们是排第二个啦 我们个面是空的 还没有人来 我们就会是最后一个的 OK 又有一个问题要问了 问题哪来讲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啊 我们的相机set住那边 又可以收银 又可以看到画面 这样我们不像是在拍到吗 这是Juicy来的 太小了 头拍盗版 人家戏院头拍盗版的Uncle啊 原来是这么好玩的 对 我们这套戏叫做Braven 就是破演的什么 不是Aquaman演的 不是Aquaman的那个男主角演的 然后已经差不多要开张了 但是我有个重点 你很饿吗 我要教他 我们不是刚吃晚餐吗 不要钱啊 哈哈哈哈哈哈 吃酥 我的 耶 这是我教的 耶 熟到了 酥鸡腿跟薯草 Burger 这个是Chicken Burger Chicken Burger跟薯草 没有饮料的 是吗 我们自己准备饮料 没有外面食 我们自己准备饮料 终于走完了 我跟你讲 回去很多东西讲 因为这边太黑了 我们回去再跟大家讲这个 关后感 等一下警察查牌哦 睡着了 睡着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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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 还要开到门这样子 你给我吃什么呢 这个就是刚才放70块了 大哥 没有其他现在想 男的左边 右的当 男女的当右边 哦 我记得了 我跟你讲 我很肯定是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 我的99块是包括一个goody bag的 没有 我知道是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Nescafe 因为是sponsor 你肯定是Nescafe 肯定是Nescafe 我突然想到原来有goody bag这件事情 肯定是Nescafe 谢谢 我告诉你 虽然有一个是Nescafe 但是有Maggie面 有饼干 其实是Nescafe 哈哈哈 有Ki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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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cafe 两个Nescafe 罐子 然后其他都是Nescafe粉 还有一个饼面 OK完成了 嗨嗨 我们刚才看完戏回来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那边做ending 就是因为是Nescafe太暗了 所以我们决定回家再做 第一次出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啦 实际上体验下去 也没有真的太爽 个人觉得啦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 在车里面有自己的空间的话 就可以讨论剧情 尤其在SOP这个情况下 我们只要隔开一个位置做的 我们现在是可以并排一起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声地讨论剧情 然后不会给人家洗 缺点是最明显体现在的身上 就是太热了 在马来西亚这个温度下 我觉得给我两把风扇都不够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他选的地点 是在云顶这个地方做的话 我觉得是very good 他刚才看到一半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讲 好像在吃麻辣火锅 然后鼻头这边都是在冒汗 你知道吗 很夸张啊 就我这不明白为什么我来看戏 你是在来 testing着我的limit这样子 其实他没有讲不可以开冷气啦 那电影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 你每关十分钟 你就可以减少这个世界的多少的 那个二氧化碳 所以你拯救世界了吗 拯救啦 就是电影院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椅子 然后有冷气 你就可以坐着很舒服的 就看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因为我们空间小 所以我们就算放到很厚 其实也蛮急一下的 所以我就忽然觉得想 是时候应该换一辆车了 就为了去看电影 电影份已经煮得九块了啦 然后还有荧幕也是比较小的 其实我们在第二排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小 如果已经想象不到在我们后面的车会更小 再远一点的时候呢 是我不如在车上放一个手机那样的看电话 对对对对 看电 其实声音那些OK声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就每一辆车就一个声音啦 对 文字也没有 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OK 个人觉得我肯定不会再去第二车 其实有那么一刻哦 我是觉得浪漫的 就是我们可以在车里面牵手啊 然后就是可以坐可以翘脚啊 然后你打开窗 你还是可以看到天空 你不要去看风景好不好 好啦 就是这样子啦 其实它的锡票是99块 然后是包括了你的晚餐加 一个价值20块的goody bag 好啦 我们就总结大概是到这里啦 我们要睡觉已经很夜了现在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和Youtube 我是肯定下期再见 拜拜